如何把这个世界上最长容量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之一北溪二号安装到波罗的海的海底呢 这个有点意思啊 咱们今天就来简单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步对海床进行详细的水下勘察 以便找出一条最佳的路径 何为最佳呢 就是一要避开沿线五个国家的专属渔业区 二要避免破坏海底沉船的文化遗产区 三要你还得要绕开水下那些一战二战中沉入海底尚未爆炸的弹药区 当然这个好办一点啊 实在是绕不过去呢 就原地引爆好了 接着第二步生产管道大量的 而不巨量的管道 每根长度为12米 直径为1.15米 最里面是由钢板卷曲焊接拉伸斜切而成的管道 它们由三家供应商以每天大约100个的速度生产 直到完成全部的20万根 当然为了减少天然气在管子里面的阻力呢 它在内部涂上了还养素质 而为了减少海水对管子外面的腐蚀呢 它在外面也涂上了专门的涂层 就这还没有结束啊 为了增加管道在海床上面的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呢 每根管子在外面又裹上了一层厚度惊人的混凝土啊 使原本的重量直接翻倍 从12吨来到了24吨的水平 真的是结实又抗躁啊 好 来到第三步了 在全部处理完成的管道都被运送到了沿海的储存场地之后呢 就是到海面上进行铺设了 大型铺管船 相当于是一座海上的浮动工厂 每艘呢 都能够数百名工人在其中工作和生活 北溪二号动用了五艘这样的船 同时开工最多的时候呢 一天一共可以铺设15公里 那过程是这样的啊 首先将两根管子 以双面焊接的方式预焊在一起 仔细检查没有问题之后呢 就能向前转入到中央装备线 以便跟主管道连接在一起了 这里啊 将会有更多的焊接和检查 如果又全部检查通过了 的话 那么就会最后在每一个汗缝周围 再套入一个热缩管 把机能保护 又能让管道稍微弯曲的聚氨值泡沫灌入其中 生产过程就搞结束了 然后就是这根一边走一边长的长管道 慢慢的沿着这根深入海里面的坡道 被放到海底了 这种铺管的方式叫做S型铺管 还有一种放管道的轨道是竖起来的 垂直着将管道铺进海里面的 那个叫做街形铺管 两者的名称都非常的形象 好了 难道全长1200公里的北溪 就是这么简单的 被直接放到海底就算完了吗 实际上由于管子本身是有一定的柔韧性的 大部分地方都可以是这么直接放下去 不管的 只有以下这几种情况要稍微麻烦一点 潜水区 由于波浪和水流会影响到管线 所以在这里它是被放置在提前挖开的槽里面 等放好之后再重新回填好的 二 跨度较大的崎岖海床区 管线在这里是需要一定的支撑才行的 这种情况下它就需要有一艘岩石轻道船在前方作业 提前将这个地方基本填平才行 最后还有是已经被其他海底管线占领的区域了 比如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等等 在这里就需要设置专门的岩石电程 保证交叉路口的各路管线互不影响才行 最后还剩一步了 就是这么长的管线 你总得要分成几个部分同时作业 同时往海里面铺设的 那好 最后的几个接头 它们都是在海里面的 怎么接 用起重船把它们给掉到海面上来接 首先 这需要连接的两段管线之间 得有一段交错的预留空间才行 然后潜水员会潜到水底 将两个福利罐分别装到两段管线的头上 好让它们更容易被吊起来 然后就是起重船的大力出奇迹了 将两个接头部分吊出水面 由于这里是需要进行切割的 所以表面并没有裹上混凝土 也其实就轻了不少 于是在这个平台上 两段钢管被切平 对接 汗死 测试 最后再裹上混凝土 重新吊回到海底 整个工程就算完成了 耗时多久呢 从2016年开始到2021年结束 整整五年时间花了100个亿美元 却只工作了零个小时 是不是有点讽刺啊